大家好 这里是林主义说 今天我们主要介绍的七种 可以快速释放我们电脑硬盘空间的方法 完全免费 而且又非常方便使用 不仅可以腾出更多的存储空间 还可以大大提高电脑预期速度 首先我们说第一种吧 不管是Windows还是Windows系统 我们都可以在搜索栏里输入关键词 磁盘清理 输入好以后 我们打开它 打开以后 在启动器这里 我们可以选择这波动磁盘 比如说我们选的第一个 就是C盘 给这个我们的系统盘 选择好以后 蓝键盘的确定 进入以后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内置的工具 来清理我们的磁盘 比如它上方显示 可以使用这个磁盘清理 来释放我C盘上191GB的磁盘空间 也就意味着我目前这个磁盘 已经存在191GB的垃圾文件了 然后接着我们把下方需要三种文件 给它勾选上 这里面的文件都可以进行删除 勾选好以后 蓝键盘先不要着急删除 我们先打开左下方 有一个这个 清理系统文件这个选项 打开以后 它进行底确定 这样的话 它可以帮我们腾出更多的实盘空间 它左下方有个增加一个 临时Windows按钮文件 也就是每次升级系统以后 留下的垃圾文件 那先把全部勾选上 勾选好以后 这样的话它可以帮我们 删除195GB的垃圾文件了 最后我们点下方有个确定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点击删除文件 这样的话它开始帮我们清理这个驱动器了 它会帮我们把当机驱动版上的垃圾文件 通通可以删除掉 这样的话可以帮我们腾出更多的实盘空间 然后接下我们说第二个 就是删除电脑上隐藏了大量的缓存文件 我们直接在下方搜索栏里 输入关键词 百分比 TMP 然后百分比 输入好以后 栏筹打上方一个搜索出来的文件夹 就这个了 打他 打开以后 你就可以发现 这里面存在大量的缓存文件 别小看这个临时的缓存文件夹 如果你不清理的话 它里面所占的空间可能会高达数十G甚至上百G 因为它不仅会缓存之前使用过的程序 同时你浏览器之前打开的进入 都会在里面进行缓存 不管是视频啊图片啊 网页等等 所以有必要把它进行删除掉 这里面的那些缓存文件 你都可以放进去删除 你只需要通过快捷组合键 可能就下A 全决以后啊 你们手标右键 点击删除 把这里面的文件全部给它删除掉 如果部分缓存文件 它正在使用的话 那么可以把它跳过 然后接下来我们说第三个 可以释放我们硬盘空间的方法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快捷组合键 无论是加R 打开这运行框 打开以后啊 然后在里面输入关键词 Preflash PREFETCH 它是Windows系统上 预读文件缓存机构锁使用的文件夹 你之前打开过的程序 或者服务啊 它都会在里面进行缓存 久而久之啊 它里面的垃圾文件也会非常多 为了腾出更多的直盘空间 我们同样可以把它删除掉 我们通过Ctrl加A进行全选一下 全选以后 那么手标右键 点击删除 把它删除掉 今天我们要说的第四个 可以释放硬盘空间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平时喜欢通过 Windows自带的节奏功能 来进节奏的话 那么你就会发现 这些截屏的图片 它都会自动保存在 这个屏幕节奏文件夹下 即使我们给它认识 在桌面上 它也会自动保存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学打这个文件夹 首先我们打开此电脑 打开以后 然后就我们在左下方这里 找到一个图片这个选项 进入以后 然后就找到里面 一个屏幕截图 这文件夹 你不打它 打开以后 你就会发现 里面存在大量的 我们之前前屏过的图片 因为我们一旦截图的时候 它都会自动保存出来 所以如果日记预累的话 这里面截图就会非常多 所以我们有必要给它上路掉 全球以后 同样给它上路掉 如果你没有找到这个文件夹的话 那么你可以在下方搜索栏里 直接输入关键词 图片 输入好以后 咱们给打开它 打开以后 你会看到里面 有个屏幕截图这文件夹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说第五个 现在很多人平时会安装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和软件 但是你会发现 很多软件当你安装以后 你偶尔只会用一两次 过来以后 你几乎很少使用的 或者直接就忘记点了 如果你安装这些程序比较大 而且平时又很少使用的话 那么有必要把它先载删除掉 我们只要随便右键 点击里面一个个型号 进入到设计中心 打开以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打开左侧 有一个应用选项 就这里了 打开以后 然后在右侧这里 我们找到第一个选项 就是安装的应用程序 打开以后 它默认的三种条件 是所有启动器 这里你可以选择第一个选项 就选择我们系统盘 选择好以后 然后在这个排序这里 把这个安装日期改成大小盘列 就选择下方有一个 从大到小叫做盘列 打开 打开以后 你就会非常明显的看到 它里面的每一个程序 它所占用的空间大小 比方第一个 Adobe的 它占用了我11GB 第二个是Photoshop 占用了4GB 这样找的话就非常明显了 只需要在里面找到 平时不只能使用软件 如果占用空间比较大的话 那么只要鼠标右键 点里面上个点 让它卸载掉 点击卸载就可以了 把一些平时不常用软件 统统给它卸载掉 这样的话 它可以帮我们投入更多硬盘空间来 当然我们可以重新制定一下 这个排序依据 比如把它改成这个安装日期 由远到近的 选择好以后 难道拉最底部 从下面往上数 就是我们最早安装过的软件 这样可以帮你 快速定位到 你之前安装过的程序 如果不需要的话 那么就可以把它卸载掉 当然不管是卸载程序 或者是三重缓存 对磁盘亲戚来说 都是小偷 那么大头在哪里呢 大头主要是试密文件 或者是不需要的压缩包 所以今天我们来介绍的 第六种方法 就用到这种Window Start 这款软件 它是一款完全免费 开源的工具 打开以后 那这边就上边有OK按钮 它就会对我们当前所有的磁盘 进行分析处理 来寻找里面的大文件 好 等它分析完成以后 在左上方这里 它会进行分类 像第一个 占用空间比较大的是 这个MP式文件 就是视频文件 第二个是这个虚拟机文件 也占用的比较多 我们给它最大化一下 像这个虚拟机文件 它占用的百分比 是将近18%左右 然后是总共249G左右 那第三种类型 主要是这个压缩包 再用了92GB 它下方还有更多详细分类 如果你需要定位的 相应的大文件的话 那么在下方这里 我一看到 像这里面大的图片的话 它所对应的文件 就非常大了 比如这个 这样9.9G 如果这个视频文件 不需要的话 那么给鼠标右键 给它删除掉 就行了 这就把它放到回头上里 下方直接把它删除掉 到时候根据自己需要的 删除就可以了 那第二是8.8G 第三是5.2G 都会非常清楚 然后其他颜色图片的话 它所对应的文件是不同类型的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个大家对应的是个压缩包 总共是37.7G左右 非常大 这到时候根据自己需要的 删除就行了 现在看一下 这是一个系统休眠文件 这个就不能删除掉了 那看其他的 这是一个虚拟机的文件 总共占了14.9G 到时候可以通过下方这个图标 来进行查看 这个图标越大 就意味着它所对应的文件 它所在于的空间就越大 通过这种方式来定位到大文件的话 那还是挺方便的 如果是不需要的文件 那直接给它删除掉 进行清理一下 像这个也是我直接看过一个电影 就没变了 我给它删除掉就行了 总共是15.3G 给它删除掉 用它的定位并寻找大文件的话 那确实挺方便的 那接下来说一下 如何下载并安装这款软件吧 这款软件它是完全免费的 你只需要打开它的官网 它的链接只有这个了 打开以后 它目前的话它是英文的 你可以通过能量器来进行翻译一下 这款程序它不仅可以在Windows系统上使用 还可以在Linux 或者是MacOS系统上使用 这是这款完全免费开源软件 我打开上面有一个下载链接 进入以后 那么地上边有一个从Forshub进去下载 打开它 把这个安装包囊给它下载下来 地上边有个下载按钮 总共才630KB左右 非常小一个软件 我给它动下来 好 下载好以后 你就可以回到这个安装包囊 然后先把它删除打开进行安装 进行安装就可以了 就可以安装完成了 安装以后 它就会进入了这个界面 木的情况下它在搜索全部的硬盘 如果需要指令硬盘的话 那么地上边有个自立按钮 来选择需要定位的磁盘 之后点击这个OK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开始进行分析了 通过这款免费开源软件 它可以帮你快速定位的大文件 然后做根据自己需要进行删除 相当于可视化的快速搜索了 先从这个大图标进入手 这样找的话就比较快了 最后根据你自己需要 把这不需要的文件给删除就可以了 目前对于这款软件来说 它唯一确定就是它不支持中文 它是英文的 如果用的不方便的话 那么可以介绍另外一种方法 就通过这款iPhone的软件来进行搜索 这款软件的话 相信大家比较熟悉了 打开以后 我们只要点上方有个大小 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它需要注重把当前电脑上 所有的文件 由大到小进行排列 像这第一个 这视频文件 它占用空间最大的 将近十多个级 那第二个 是一个要求包 后面的文件大小都是一只内推 由大到小进行排列的 到时候把不需要的文件 进行搜索就可以了 通过这种方式来排查大文件的话 那也是非常快的 今天视频所用的全部工具 我都会放到视频下方